你这屋全部都重新的布局了 重新整一下 你看哪个大姐 万一想到我来 不想再修了吗 以前这屋是卧室 然后现在改成你的工作间了 而且我发现你这工作间 这个东西明显没有之前多了 你那些乐器扑装啥的呢 这多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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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在这儿 这是你的 刘大哥说 为了给未来老伴一个温馨的家 所以就把房子都重新装修了一遍 除此之外 刘大哥说 家里又添了一台新轿车 换个啥车呢 奔腾X46 换多少车呢 能有一个星期啊 哦 才满人的星期的新车啊 嗯 为啥我把车换了呀 找媳妇儿吗 找媳妇儿吗 拉媳妇儿吗 拉媳妇儿 想要开车拉媳妇儿 自驾游 哦 主播各地上走一走 哎呀 真的留下的车啊 啊 咱来看看 看看你还有一些车啊 啊 这小车啊 挺好 空间差别挺大 非常好 嗯 挺不错 挺不错 这要是真找着老伴 带老伴开车 一起兜逢 挺好 就是啊 装修了房子 买了新车 为未来老伴 准备好了这么多 那这刘大哥的 择偶标准方面 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择偶要求不变 啊 年龄相仿 这个女性必须得干净 啊 不能歇 嗯 不能打麻将 嗯 喝点小酒我不反对 嗯 并且还直取 啊 但晚上没事聊 坐那喝点小酒 唠叨嗑 说扛大叉啥 挺有意思 嗯 嗯 呃 上偶的是最好 嗯 上偶的最好 那离婚要是说 方文妹妹都不错的 考不考虑 那也可以考虑 根据刘大哥说的 这些个择偶标准 弘扬把陆大姐的情况 简单的跟刘大哥 说了一下 刘大哥有意 想跟陆大姐见见 把刘大哥这边的情况 简单的跟陆大姐 说了以后呢 陆大姐也表示 想见见刘大哥 于是我们就把刘大哥 带到了陆大姐的家 好嘞 来了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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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声音挺甜的 对 声音挺甜的 声音挺甜的 大姐 现在我再给你们解释 辛苦了 没事 拥抱一下 拥抱一下 感谢你 今天这衣服好看 今天 这下手呢 给你们介绍一下 是刘一才大哥 然后陆百伯大姐 你好 欢迎 早点就别抱了 不用 走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外表还可以 还可以 眼睛还可以 这手的眼睛 但是了解 看看 那个 交谈一下 沟通一下 嗯 嗯 没有演员 找哪呢 他苍老 他苍老 嗯 他这个年龄 和他这个精神 面貌 应该是很相符 这样 不相符 那你想找的 那个就是不苍老的 那指定年龄 就是四五十岁的 那也不一定 那五十多岁的 就是六十岁左右 但是他就是 这个面目 这个表情啊 就是给我感觉 就是苍老 还憔悴 刚一见面 这陆大姐 对刘大哥的第一夜 想还不错 但刘大哥觉得 陆大姐没有演员 但刘大哥也说了 第一次相亲时 自己就对演员方面 太较真了 所以没相成 这次啊 他打算再给彼此一个机会 再深入了解一下 不是 他这个英雄给我的感觉 就是非常非常面熟 大哥就看大姐面熟 就不知道当男人 不知道 不知道 那有可能你们的生活 你家跟哪住吧 我家在高新区 常常是有个汽车 销声器场 对对 相应器 就在我们家跟前 他完全有学系院 是吗 我第一天 我妹妹就给德国人住了 那你去过那吗 我经常去那家的 我同学姐 那家同学也多 这聊着聊着 这刘大哥觉得 眼前的陆大姐 有点面熟 俩人捋了捋路线啊 还真有俩人 共同出现的地点 要红娘说啊 可能俩人的缘分 就是从那会儿开始的 你应该什么人应单身呢 我们那时候在隔企业嘛 想要两套房子嘛 就是把你假离婚 然后后来又是 为什么在那边 你儿子对你再婚 这个是不是知识啊 哎呦 我儿子太知识了 这都是我儿子鼓励我 怎么鼓励我啊 你儿子结婚多长时间了 去年 去年几结婚 这就是我儿子的 他们都说我儿子 长得有点像我 像吗 像 你儿子就要喝得挺帅气 我儿子听说有点胖 就是在消音控股方面 非常有事 看看你儿子 你再看看我 你暖 你暖 你先到身边看下去 你看看 你看看你儿子 看我 眼拍有点像啊 你看看你 眼拍有点像 大眼睛 双眼皮 一手就是整个人 你看这整个人 非常有魔外 挺有智慧的 挺有智慧的 那当然了 你看他老婆多会 他多会闹啊 他痴子吧 也是有 可能是咱 我这种感觉 可能觉得还行 你看多会闹 你看看你儿子长样 特别幽默 就把他画就给你 就基本上 画就告诉你了 是不是 特别会闹 这人也挺开朗 挺开朗 而且这人 有点文化 能感觉出来 从上一段的 沟通互动中 明显能感觉到 这刘大哥 好像对陆大姐 有所改观的 而陆大姐 对刘大哥的 好感依旧啊 接下来 两人又开始的 继续了解 你哪年生人呢 我是 我是59年生人 59年生人 小猪 59年 我56年 小我三岁 大哥看你年轻 挺年轻的 年啥 就特别刚演完 今天早上 我拿着 那个火材棍的 大小笔 蹭 蹭上我脑 这么 那么 那么 你看 大哥特别有 大姐特别有 放出来了 嗯 给你提个建议 你这手这么好 并稳的 对涂指甲 涂指甲 涂指甲 你知道人 你知道女人 为什么涂指甲吗 你看一身小 就不涂 涂指甲是遮羞 遮丑 我脑子甲好看 但我挺喜欢你 我挺喜欢你 都不透气 嗯 不好 我总做 我总做 这手指 他适合搞乐器 啊 这些我不会 嘿嘿嘿 一点乐器都不会吗 不会 啊 你要有乐 乐 夜幅啥的会不会呀 那还明白点 你要爱唱歌啊 唱的不好爱唱 跳的不好爱跳 啊 都吃饭去吧 不饿了 啊 饿了 咋聊呢 就吃饭了呀 就边吃边聊呗 从年龄聊到大姐的指甲 从大姐的指甲 聊到了兴趣爱好 这聊着好好的 这边刘大哥突然提出 要请大家伙吃个饭 是刘大哥乡中三路大姐了 想要再吃个饭 继续深入了解一下吗 没有那感觉 那 就是说 就是 就没有女人那种感觉 大姐不小女人吗 可得了吧 拿到吧 嗯 那故作姿态还不如不做 你觉得大姐那是故作姿态 嗯 那是在喜欢人的面前的那种 自然转移 我知道 我知道 你我也不喜欢 不喜欢 嗯 那不喜欢你刚才说了很多 你又什么跟他儿子又比这个 不为了我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单独采访刘大哥时 红娘才进一步了解到 刘大哥对陆大姐 还是觉得演员跟感觉上差了一点 而之前在现场那些互动 都是为了怕相亲现场尴尬 而并非自己真心 这边我们了解了刘大哥的这个想法后 那边陆大姐又有自己的想法了 那这俩人今天的原寸到底能不能续上呢 广告回来 咱接着看 因为我总觉得我们他吧 就是不是那么太实在 你知道不 不实在 就是你根本你就是 其实他那个阿叔 我都已经回应了 就是我就觉得好像还能打得上话 但是我就觉得他不实在 第二 第二就是太那种了 不是说像那个 我就我喜欢啥呢 像老杠那种实实在在的 那个那种那种那种感觉 就是稳稳荡荡的 实在在相中就是相中 不相中就是不相中 不要把话说得那么那么 没有用 是不是 这个东西很着 很着啥 他这个人就接触就好 哎呀 就是接触不着心 我因为我这辈子 都是个人都长大的 陆大姐说啊 就在要出去吃饭前 我们单独采访刘大哥那功夫 他又仔细地考虑了一番 还是觉得刘大哥不适合自己 决定还是跟刘大哥 当个朋友相出吧 陆大姐说呀 在他看来什么演员啊 经济条件的兴趣爱好 这些都不重要 他最在意的其实就是安全感 但是不知道为啥 和刘大哥接触啊 就是觉得这心里不踏实 大姐说 这可能也就是缘分吧 他觉得刘大哥的心 他是抓不住的 所以呢 俩人不怎么合适 那啥样的人会让陆大姐 有安全感呢 咱们的红娘想到了 家住长春的赵广明 赵大哥 赵广明 又是五岁 老家辽宁海城 县区长春 跟儿子同住 丧偶 退休金三千多元 我觉得好像巧了不行 是哪儿不行 演员不行 这么远能看清吗 也许看不起 大家都看不起 给你们做一下介绍吧 这个是陆百华陆大姐 然后赵广明赵大哥 你好 你好 高杰先生 没看着过大哥吗 没有 他那期好像没看过 没看过啊 有时候看有时候不准 有时候看 那太好了 没看过 那个好新鲜吗 对 是吧 他这个是 格楼 格楼 挺好的 挺静的 挺干净的 收拾的 你收拾的 还是你儿子收拾的 那一看 也就是赶紧 大人家最大的 就是能办活 爱大人 谢谢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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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高 我是体型 挺好 挺好 就各方面 看住 挺好 你这点丑 还不行 我觉得有点 这点丑还可以吧 个不是很高 但也是挺 也是挺苗条的 看样家手 也挺厉手的 这点丑还挺好 挺开朗 近距离接触后 陆大姐改变了一开始 对赵大哥没有眼门的想法 觉得赵大哥干净利索又率真 赵大哥这头呢 对陆大姐的评价 那是相当不错了 这给金钱的乡亲 开了个好头啊 紧接着 这赵大哥就开始招待起了陆大姐 你买了 什么 拖上来这买一买 你到过哪儿 我上厨房请 来我去 上厨房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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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眼就看到 买这你就不用我 我这个 干这 也最小屋熟 最小屋熟 真干净 我都没有信 真干净 你跟他哥家厨房收 干净 要收到他熟 那个真干净 挺我爱干净 哎呀 嘿嘿嘿 我就挺爱干净 但是你看他 就是戳那啥的 也挺干净的 嗯 丑的 丑的还可以 就是稍微矮了点 那我会贴 这那是什么高矮的 不要那都不是 那都不是硬件条件 哥哥拿一个盘装西瓜 好 我的插环卦了 但是我 我在我 我切的 我不会切啊 先说 我来我来 我不会切 好 待会儿不行 那你来吧 你还是你来吧 因为我不会想 你切吧 手搭去 这里这里啊 这里 对 对对对对 等会儿啊 这会儿在咱们三角形 我得硬 你俩搭配就挺好 要成的话 那小艺过来好 这俩人一起忙活 切西瓜的互动 明显让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更近了一步 尤其是看到赵大哥家的厨房后 又干净又整洁 是让陆大姐对赵大哥的好感度 又提升了一截啊 你俩是同意您找吗 天当是自己找 我没有楼啊 我是说 你要找老伴 你要看好了 一天咱就买 再再再买 你先去 无所谓 无所谓 只要人要偷人 就这把钱呢 对 我俩先玩一样啊 我俩先玩一样 那你把户类卡给我 我都觉得多烦人 但姐也是这么小 趁多少钱啊 你那个是你家 都是你女的 我没关系 就你有个退休金 有一个社保 有个医保 就可以了 因为有保障 对不对 咱俩到一起 你咱说实话啊 像那个他们 像他们 小把一致 完了 完了 照演一下 说话一下 小把一致 不是啦 其实这个 像我们这个人 对 对 对不过像一般的女婿 爷爷妈呀 我的工资我留下来 那你过日 啥意思 两人就可以起 对不对 完事了 你该给你儿买 你给你给我儿买 两人买 都买 都一样 完事了 是不是 涨量 挺涨量 挺涨量 嗯 我就是得找这个 就是不把钱 当我这 但钱呢 才有多用呢 有用 有用 在这钱 别把它放在这第一位 两人在经济方面的想法 是一致的 就在找对象 想找年龄相仿这点 也是出奇的一致 我找这个 是不是还行 因为我最不爱找这个 说一下 有用 我从学院不好 我跟两人一会给我介绍 今天是五十一一 我再不找说一下 你为啥不愿意找说一下 我让你不好 我不是公为你啊 你这个观点我特别赞同 我因为我是找一个老伴 搭伙过日子 我找一个小的 我第一有带给我第二 我没有共同语言 他就说你看 他说 我找的像是小的 因为叔叔班的班人 太小了 也太小了 好像是没有共同语言 再就是说 他就他看我也说 你是不是 这就是你 你心里的 就特别舒服 是不是 头缘 说说话 气质 气质 致致面 也比较快 这两个人说话 都能接得上 对对对 嗯 这有 赵大哥说 想找年龄相仿老伴这点 跟陆大姐的想法又一致 紧接着这赵大哥 为了给陆大姐留下更深的印象 要弹钢琴 那到现在 哪儿哪儿都合适的彼此 会因为这段钢琴表演 发生啥转折吗 这俩人今天 又能否顺利牵手成功呢 咱广告回来 接着看 对我的感情 非常大 后半生总能幸福 感谢 原来不晚 给我找到了后半生的幸福 找到了后半生的伴侣 原来不晚 心里乃与重备 希望能温暖你们的女生 幸福一辈子 谢谢 原来不晚 我们结婚了 耶 结婚 快乐 看有没有圆了 我和一下 哈哈 哈哈 我和一下 一段钢琴展示 是让陆大姐对赵大哥好感又大增了 陆大姐说啊 你会弹 我还会唱呢 给我给你轻唱一个 唱几句啊 我问你六下 就是那个西萨 每个的西萨 哎呀 这个也会哦 瞎唱 我兴唱 兴唱两年 对吗 今天可能是 今天大姐高兴了 爱老 爱老 爱 爱老 在那美丽 枯秦符呗的西萨岛上 有一船 明珠 山耀着光芒 寒碎沙满 着着大雨 古老的家乡 有繁荣幸福 我唱着你弹着 这就是幸福啊 此刻在一旁的红娘 都被感染到了 不知道经历的这一波互动 再加上之前的交流 他们彼此的想法都是怎样的呢 就是说咱们俩要是有缘 还有分 咱们俩直接就是跟我们爱好 这个年龄段 相似爱好相似 总而言之就一句话 好 这个叫男人 真的 这事实上是叫男人 也就是实在活着找老伴 因为相同的 就是说咬的一缩 咬完叫这等一出 他就不行 就细得不熟 是不是 有点相见恨吧 那种感觉 都有这种感觉了 咬咬咬 火花也碰上了 挺好 我看这个如果说话 要是没有什么材料